今天是一个纯科普 我们以子料的标准来说 画面里面的这三件东西 有一件是真的 有一件也可以说是真的 也可以说是假的 还有一件是假的 先来看这个吧 一个很大的手把键 绿枝什么的都是比较老熟的 顶头保留了毛孔 翻过来这边也有一点 实际上这块料子是一个鹅料的 毛孔是仿造的 那我们再说这一块 它确实是子料的 无可非议 也都是天然色 虽然它是子料吧 但它却不是新疆的子料 这是一块鹅料的子料 它既可以说是真的 也可以说是假的 这一件东西是一个 我们新疆和链鱼子料的东西 不折不扣啊 背后有非常漂亮的皮色 肉质也很好 关于这个皮色毛孔 我们其实往期讲过很多次了 不再例举了 不想重复把一个问题讲太多 着重主要说的是这两件东西 那如果说通过毛孔来判断的话 你看它背后也有毛孔 而且这块料子 它也没有染色 所以你如何辨别啊 我教大家 有几个比较硬的指标 子料的皮色 它很薄的 鹅料子料的皮色 通常情况下都是这种比较厚的 大家记得啊 鹅料子料的皮色跟肉质 两者是脱离开的 子料的皮色呢 你看其实是跟肉质融在一起的 是颜色浸进肉质里面形成的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 子料有时候会出现那种 浸料子 它浸得非常厚 比这个还要厚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子料的浸 比较厚的 那个时候呢 99%的情况 不会出现这么白的肉质 子料的浸 是源于它原先的肉质结构松散 浆棉比较厚重 所以常年的矿物质沁染 形成的这个黄庆 这就导致了子料的黄庆 如果庆比较漂亮的话 它的肉通常不会那么好 鹅料由于它的皮肉是分家的啊 两者之间好像互不作用 综上这两点 我们就可以90%的概率判断出 究竟哪一块是鹅料子料 哪一块是新疆子料 那我们还有一个附加点 由于何天玉子料的皮色跟肉质 是融在一起的 肉质具备的油脂呀 皮色也具备 那当然排除我刚才说的黄庆啊 黄庆我也不推荐给大家 那个东西争议比较大 鹅料呢 由于它的这个皮肉是分家的 皮色并没有融在肉里 所以这个皮色并不具备 肉所具备的这种油脂感 所以鹅料的皮通常是比较干涩 这一块呢 还算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放置时间长了 它可能会显得有点干涩 情况好的时候 鹅料的皮色是可以盘出来的 当然也有那种皮比较薄 不用盘的也有 就我手里面的这两点 大家就可以分辨得出来 我刚才说的这个附加点 是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差别 鹅料子料究竟好不好这件事情 鹅料的子料跟山料之间相比的话 它的稳定性要差很多 山料块比较大 我们取精华出来用 通常我们会选择稳定性非常好的 鹅料子料呢 一般情况下是从河水里面捞上来的 它是一个没有常年见光见水 它自然没有给予一个淘汰的规则 所以你捞上来呢 很多皮色它就容易起茧犯干 鹅子的块头也没有那个山料那么大 所以它择优的可能性就变小了 我们说大概率啊 不说绝对现象 说绝对现象我们就聊不成 大概率的情况下 鹅子是比不了山料的 因为鹅子不稳定因素实在太大 而且盘的很难盘回来 因为它的皮实在太厚了 没有跟肉融在一起 鹅料子料如果想选好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有皮色 皮色如果说够稳定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基本上就可以 没有问题 鹅子料由于这两年它的特色感 所以它价格其实也很高的 我个人最终的建议就是 不要在鹅料里面选择子料 还是选山料的比较好 因为大家不会辨别的时候 我们要选那个 大概率成功的事来做 本身就不懂 就不要铤而走险 今天是一个纯纯的科普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吧 娘子 都是我不好 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